大家好 这期节目是有关台湾的金门跟马祖的一些情况 这个我希望台湾朋友也帮我解读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我还有点看不懂了 这个是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一番话 他的意思就是为统一做好准备 与金马通电通气通桥前期准备基本完成 他讲了这样一个话 我们看这个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29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透露 目前敏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福建向金门供水一累计超过1600万吨 将大力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继续支援厦门金门率先融合发展 他这个话让人听了以后 觉得这个金门就归于福建管理一样 他要把这个金门跟厦门的发展呢融合起来 然后我们再看报道 当记者提问福建省日前发布 关于支援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 引领示范区的意见 涉及促进厦门与金门率先融合发展 请问厦门在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 以取得哪些进展将会有哪些措施 马晓光对此表示 今年12月19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布 关于支援厦门建设高质量发展 引领示范区的意见 这是福建省全面贯彻习近平对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习近平关于两岸深化融合发展 重大政策主张的一项重要举措 相关意见提出将打造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促进厦门与金门率先融合发展 推进夏京通桥通电通气专案 支持实施更加便利夏京两地人员往来通关制度 做大做强赴京旅游 深化对台金融合作 创新闽台人才交流合作模式 持续办好海峡论坛等重要活动 并且支持建立两岸产业标准合作资讯库 推进物流电子口岸等资讯化标准共同 以上都是马小光介绍的情况 马小光还强调 目前台胞在民享受同等待遇相关政策 全面持续推进 越来越多的金门民众在厦门创业置业生活 敏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福建向金门供水已累计超过1600万吨 与金马通电通气通桥等前期技术准备基本完成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 祝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希望厦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品质发展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马小光说未来也将大力支援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持续支援金夏率先融合发展 这篇报道让我听完以后呢 有点云里雾里 有点让我搞不清楚 按照马小光讲的这个话呢 好像这个金门跟马祖呀 已经归到中国了 他们马上就要通水通电通桥了 对不对 而且是这个经济发展呢 也要融合了 好像这两个区域呢 已经在福建的管辖之内一样 所以呢 我觉得他讲这个话的口气啊 还有这个语调 好像不像是两岸之间讲话 好像在说自家的事情一样 所以呢 我就比较疑惑 我就咨询了一下我一个台湾朋友啊 我是现在这个新门 还归台湾中央政府管吗 要不然马小光讲话 怎么是这个口气呢 我这个朋友说呀 在那个两讲时代呢 因为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金门马祖呢 是前线 在这个地方呢 处有大量的这个国民党军队 那么这个军队在当地的生活呢 可以说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吧 另外呢 这两个地方呢 跟这个台湾岛的联系 也比较密切 但是随着后来两岸关系好流后呢 这个驻军也在减少 那么这个军队给这个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呢 也在降低 那么这两个地方现在的发展呢 更加依赖于大陆 旅游观光呀 到这个大陆去做生意呀 反而是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主要经济来源 另外这两个岛这个通淡水呢 这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了 他离开大陆 可能这个淡水也确实困难 就跟那个香港一样 也是需要大陆供水的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许这两个地区的人呢 就跟福建这边呀 反而走得比较亲密了 我一想呢 这个也有道理啊 但是总体来说呢 江泰公是局外人啊 不知道现在台湾政府 到底对金门跟厦门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责责 如果他的这个管理非常有效 然后这个金门呀 马祖的这个民众呀 先向台湾 那么我想呢 也不会像马晓光讲的那样子 就说这两岸随便就融合了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毕竟是两国嘛 你的所有的交易都要通过一个海关嘛 他怎么会讲那样的话呢 也许马晓光打的是一种心理战 对不对 就是迷惑两岸的百姓的 让人们觉得呀 他跟这个金门呀 跟这个马祖呀 关系已经非常融下了 甚至让他来说呢 就要打造这样一个经济区域了 而且要跟金门呢 马上要通桥了 这个你看看 让人觉得比那个坐上高铁 去台湾还要可怕 对不对 那个还是说是坐上高铁 去台湾 那是2035年 那还是2035年的事情呢 但是马晓光讲这个话呢 就是已经把这准备呀 已经全部做完了 就等着开张了 所以这个事呢 我也讲不太清楚 那么如果有台湾这般的朋友呢 比较了解这个情况 可以给大家来谈一下 那么这期呢 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